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就是可以看到stepper的话就是这个东西 就很简单一个加号和减号 然后它通常会跟slider一起会通用 因为这个是加减整数嘛 加减一 那slider的话你是可以大范围的增加数字的一个选择 还有就是跟dropdown也非常多的用在一起 那这个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几例子 然后这个是等于是一个stepper的一个实际已经skin过的一个例子 这可以是加钱的 就是很多在拍卖啊 或者是你购买别人东西的时候 它有有有这样一个选项 就是紧拍别顶 你加一块减一块都是整数 用stepper比较好用 那如果如果你想说大幅度增加的话 它在下面会加个slider 这个是实际上的一个案例 然后基本上stepper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一个加号和减号 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 我想大家就是平时也没有太多pay attention 但其实这个stepper已经开始逐渐取代所有dropdown的一个选项 dropdown的话它基本上可以用到所有的一些text fill里面 但是呢dropdown它的B端也有很多 可是它好的地方就是它哪里都适用嘛 但是现在如果根据input来设计的话 就需要大家重新思考设计的一个input选项 所以dropdown的话就没有那个stepper来的那么细致 也就是说stepper可以用在具体的一些数据或者是实力上面 可是dropdown呢它虽然很广很好用 但是它实际上在某些情况当中是增加使用难度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没有想说dropdown有多厉害 因为dropdown的话已经开始逐渐被淘汰了 所以stepper的话是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设计在逐渐逐渐 用更多的stepper去取代dropdown 然后除了dropdown以外呢还有一个叫picker也是很picker 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选项的一个pattern吧 然后左边这个是android version 这个是比较新的lollipop material design的pattern 右边的话是iOS6和iOS8 上面的是iOS8下面的话是iOS6 大家可以看到iOS6的时候是有多么的实物化 这个picker就感觉就真的是一个roll在这里滚 然后8的话就完全很平很简单感觉就没什么设计含量 但是我其实还是蛮appreciateiOS6当时做的这些设计感超强的这些icon 现在的话感觉水平就低档了 但是它这个极简主义的话确实也是有它的优势 比如说它的所有的file都会大面积的减小 然后running的话也会比较快 然后这里给大家举例子就是American Airline的例子 我发现我好喜欢用airline来举例子 然后刚刚说到dropdown是万能的嘛 那万能的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mobile version的一个American Airline的booking ticket 你这里输入你想要出发的时间一个dropdown 点开下面有一个框给你选 然后你再点一下弹回去 至少是三步 两步到三步以上 每一个都是两步 这里也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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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是两步 这里也是两步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dropdown 每一个选项都是两个步骤以上 大家可以想一下我要完成这张表 到底要点多少下 要tap多少下 这个是非常不efficient 一个等于是一个流程吧 那么到底哪一些我们是可以用stepper取代 哪一些是并不能用stepper取代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其他app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订票系统的一个操作 它是怎么样把dropdown哪一些保留了 哪一些把它从stepper取代了 这个是kayak的订票系统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订房间的时候 这个room guest它已经是用stepper取代了 而不是一个dropdown让你选 也就是说在默认的时候 都是一个客人一个房间 那你加到两个 它travel的最大值是八个 也就是说你最多按七下吧 你就能达到你的最大值 但是这个已经是maximum step 就是我很少会有八个人一起嘛 所以这种use case是非常少的 就是只有非常偶尔的情况下 你点的是八下 但是剩下的majority people majority user 他们用的点击的话 都是控制在两三下左右 所以这个就比dropdown要好用很多 包括在第二页这边订票系统的话 他adult senior 在选择经济舱 你有多少就是成员的时候 他也是用一个stepper 然后这个stepper跟之前的stepper的区别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之前的stepper是 它完全是只有加号和减号 然后这个stepper呢 它是加号和减号中间有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是告诉你什么呢 就是万一你不想用加号和减号 点一下一下点的话 你手动tap到这个格子里 手动输入也是可以的 所以它也是给了你一个option 然后让你就是手动输入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那这种就是不一样的stepper的使用方法 我觉得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当中有数字显示的话 更加明显一点吧 更加就是易读 然后信息非常直接了当 然后就来到了大家非常喜欢的 Airbnb Airbnb他们之前去年的话用的也是stepper 但是我今天真的重新下载 然后更新了他们的app 然后使用的话 这个是在iOS environment里 给大家看的一个界面 然后呢我看到他们的guest 已经从以前的 最早以前的dropdown 然后之后的stepper 减加 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了 这个 这个东西的专业名词呢 我觉得也应该就不是stepper 应该就是类似picker 但是它是horizontal 而不是vertical的 那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圈 然后呢 默认的就是一位嘛 然后你往右滑动的时候 可以选择二位或者三位 它一直会加到八位这样 它就是一个row 然后中间是1 然后往后拉 它会把整个text fill填满 那1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2,3,4,5 这样子blablabla 它这样的话就是说 让我想起了我上一节课 跟大家讲的一个floid input gesture 也就是我点击滑动 然后再选择 那其实这个是更加又减少了 它点击的一个数值 因为当你释放的时候 你选择嘛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觉得特别 因为是触摸屏 大家就太少的想到 去用滑动这个手势 去做一个输入 那如果善于利用那个的话 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就像我说的 这种app的话 它真的是一直在改进的 之前我看的还真的是 用stepper 今天看就不是了 所以它那些细节的跟进 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做UI的话 还是要跟进一下 就是follow一下 最新的那些pattern 不是说所有新的都好 但是至少可以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选项在那里 然后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做 就是高科技的时代 就是变得很快的 所以有好的就是姿势出来的话 大家就应该去学 不是说就是拿来抄 但是这个如果能够 适用在你的产品的上 why not 对不对 但是它们所有的中间 那个screen 大家可以看到beds bedroom的话 它的选项 还是依然用stepper 所以还是保留了一定的 就是design 它不是不可能全改吗 因为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所有的 特别是当你一个产品 已经release之后 你的UI不可以全部改 因为全部改的话 user会不习惯 他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当你达到一定成熟度的话 你是逐渐逐渐的改 除非你发现你的那个flow 有非常大的瑕疵问题 你重新开始弄这个flow的话 那个是可以理解 像Airbnb也是rebranding 它所有的logo都换掉了 从之前蓝色的那个Airbnb 它们之前是小写的一个这样子的 然后里面是白的 外面是蓝色的 就是那种粗矿写的 然后改成了现在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logo 对不对 所以它整个是rebranding了 然后它的app也是做了非常大的干净 他们Airbnb的那个室内的in-house designer 是有非常多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些设计师智慧的结晶 那最后一页是price range的话 它还是用一个slider 这个的话 因为它数值范围比较大 所以这个用stepper就不合理嘛 所以还是选择对的输入方式 对于你的信息取得是非常讲究的 然后这种的话是有一些科学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设计师们我觉得就是要选择正确的输入方法 在设计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今天这个stepper的话 希望大家更多的重视一下 因为这个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个Airbnb整个flow里面 已经没有什么drop down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同样的design 可以有不同的输入选择 但是哪一个是最好的 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开始多慎重考虑一下 那就这样 今天课就到这里了 拜拜